Hi 大家好 我們是TeamKi 話說這個星期 在日本最受關注的議題 目標於南海海溝的特大地震 沒錯 話說在8月8日的4點43分 宮崎園那邊發生了 黎克特製7.1級的大地震 之後氣象局也提醒大家 在未來這個星期 即是我們現在這個星期 就有機會有一個很大的地震發生 雖然我們在東京 就沒有直接受這個地震的影響 但其實也有點害怕 的確 直到8月9日晚上7點57分 在神奈村發生了一場五躍級地震 當時你在家裡做了什麼呢? 當時我剛剛煮完飯 準備吃飯 突然間在家屋搖 其實也有點害怕 而我那天更害怕 近來去了富士山 也聽說這個南海海溝大地震 會令富士山爆發 所以其實也有點擔心 你那時候應該超害怕 不過幸好平安回來沒事 是啊 不過之後地震調查委員會 都表示這個地震 和南海海溝的地震 是沒有直接關係的 沒錯 連續兩天發生了一個 強度都比較高的地震 作為住日的港人 其實我們也有點擔心 所以今天就想來檢視一下 我們家裡的緊急物資包 而作為在日本生活的外國人 其實不像本地人 那麼熟悉一些關於地震的防災概念 所以就必須要更加小心準備 我們這兩天都去超市買了一些防災用品 再加上我們平時去露營的一些器材 所以家裡都其實有一定數量的 一些可以稱得為防災用得上的物品 但我想當中都還有些東西是不足夠的 所以今天我們就想著 跟著這一本東京防災小冊子來檢查一下 我們有些什麼是不足夠的 這本書幾乎是每一個住東京的人都會有 它是由東京都發行的一本防災的手冊 當中介紹了地震、火災、颱風 或者其他自然災害發生的時候 究竟我們需要怎樣去做一些防災準備 應變措施和災後恢復 這本書都有跟我們說的 沒錯 本身東京都出發這一本書的目的 就是希望居民可以提高對於災害的意識 以及得知發生了不同的災害 有什麼準備或措施應該要做的 我自己覺得裡面都很好 有很多圖民並茂的內容 所以對於我們這些在日的外國人來說 我覺得東京防災這一本書 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手冊 提供了一些基本防災的知識給我們 我們其實就收到一書兩冊 一本就是東京生活的防災 主要是我們可以立即做的行動 而另一本就是東京防災 兩本的內容都是非常詳細 可以教大家究竟在地震的時候 是應該怎樣做的 沒錯 書裡面的內容真的有很多 很難今天可以跟大家一一去詳細介紹 所以今天都是想集中在防災的物資方面 那究竟我們這兩個書包裡面有什麼呢 其實就是我們大部份在家裡有的防災物資 那現在就不如一齊看看我們裡面有什麼 那我們就由食物用品開始說起先 第一樣就是水 大家看到我們桌上有三支水 其實就不止那麼少 還有一些在門口 因為我們買了一箱 其次就是一些五谷類 那見到我這邊有一包 粟米片可以即食的 我這個也是 我這個是朱古力味 加果仁 都是全部不用用水或者不用加熱 打開就可以吃的東西 那不用加熱的食物 還有這些 protein的能量棒 然後我覺得這些都幾好 都是一打開就可以吃 之後就這些已經可以即食的飯 之後就還有這些即食麵 這些即食麵都幾重要的 我覺得 因為當在一個不能加熱的情況之下 這些油炸過的即食麵 只要浸淋了它又是可以吃的 所以我們都每人都放了一包在書包那裡 因為我自己喜歡吃咖喱 所以我就買了四盤咖喱 大家都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 去買一些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嗯 我自己喜歡吃的就是這些果仁 可以當是零食這樣吃 因為防災食物通常都是放很久 那有時候覺得浪費了就不好 所以我都會買一些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之後還有一些是飲品的蔥劑 即是美綠 這個香港帶過來 這裡就有一些運動的飲品 還有運動的飲品 我們就主要是選了鮑魚 都是香港帶過來和熟米 我猜這個熟米應該幾乎是 每一個日本的家庭都有 因為它通常都是超市很常見的一個 罐頭熟米 沒錯 那為什麼放鮑魚在這裡 就是因為 它不是很好吃那些魚的罐頭 所以就不太選擇 既然有得買鮑魚罐頭 那我們就放了鮑魚罐頭 最後還有一些緊急的藥物 例如必利痛或者一些止痛藥 我覺得藥物都很重要 就可以視乎自己吃哪一隻藥 放一些成藥在這個防災包裡面 那食物大致上就有這些 那之後就是個人衛生用品的分類 那我自己就準備了 都是一些衛生用品多 例如牙刷牙膏這些 但是因為都怕沒有水刷牙 都買了一個香口膠 是以防不時之需的 那它那個就是一個電動牙刷 那我這個就是 不是電動牙刷來的 而且它是一個 可以放到牙膏和牙刷 以及頂部是一個杯 一套的東西來的 其實這個設計是 是給日本上班工作 下午的時候去廁所擦 但是我覺得 無論是露營還是作為防災 它這個設計都不錯 對,很容易收窗 嗯 那牙刷之外 其實還有 如果有男生的話就是梳 我自己帶了一把梳可以摺 因為覺得不用頭都可以梳頭 那我自己就準備了一些濕紙巾 有一些是沒有皺精可以抹臉 抹身的 有一些就是專貨抹汗 那講起紙巾 其實我們也有一個是乾的紙巾 可以用來用 那還有一些口罩 可以避免吸入一些灰塵 飛沫 之後還有一些膠布 同時都有生理鹽水 是可以洗傷口的 那因為我們兩個是戴礦的 所以我們都會戴隱人眼鏡的藥水 其次呢 因為都怕背隱人眼鏡會爛 所以我們自己都會戴上自己的眼鏡 在防災花裡面 那還有呢 就是這個氧氣瓶 那因為我們之前行富士山 就買了幾瓶這些氧氣 那現在呢 就轉移了去我們的防災緊急包那裡 最後因為天氣可能很熱 所以我們都會帶風扇 那其實我們也有機會會帶一些 不是電動的風扇 就是很傳統的那些線 因為這個也有機會沒有電 最後還有一些這樣的密實袋 就是萬一有一些垃圾 或者一些髒了的東西 就可以放進這些膠袋那裡 之後呢 就是一些我們平時去露營會用到 但是我們覺得防災都有用的物品 那首先就是生火和煮食有關的 那就是一些煮食爐具 跟著也都有一些 那也都有一些 天口拿來煮食 那這樣 那有爐的話就一定要有這些 氣體ガス 那另外我們都還有一個杯呢 是可以用來裝水喝的 那他剛才說到是一些傳統的生火方法 那其實都有機會是那些氣體會用完的 那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都帶了打火石 還有一些預先塗了凡事林的一些棉花 去作為生火的工具 那另一方面 那說到火怎麼可以不說光呢 那其實光方面呢 我們就各自有一個頭燈 他這個就是要充電的 我這個就是入電的 那兩個都是有好有不好 一個就比較方便 另一個就依賴性會高一點 好巧一點 那電方面呢 我們就有這種可以充的電 亦都帶了這一款不可以充的電 即是可以積氣的電 那燈呢 我們還帶了一盞是potable的燈 那他有幾個光源的 最光 然後沒有那麼光 還有可以閃的 那這盞燈呢 他還有磁石可以黏在一些磁石的地方 可以用到一萬的 那我們呢 亦都有電 他有一個尿袋 他有一個尿袋 我亦都有一個尿袋 那個分別呢 只不過是一個可以無線 就不可以無線 那另外就還有這盞燈 不如你說吧 這盞燈呢 是來自香港的 它叫Datch 就這樣看 它就是一個很漂亮的露營燈 那平時我們都是這樣 當它是一個氣氛燈這樣用 但其實呢 它是一個十分之好的一個工具來的 因為除了這樣當一盞氣氛燈用之外 它還可以拆出來 它變成一個電筒這樣用 又可以勾住 但最重點呢 就是它這個屁股位 其實也是一個尿袋 它的屁股是有10,000mAh 所以都可以作為一個後備電源 這樣去用 講完以上的東西 其實還有一些是保暖的東西 首先我們各自都有一個急救煎 它這個就是之前未開過的 我這個就是在富士山接開過 如果假設大家沒有封衣 或者保暖的外套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用這個作為一個保暖的用途 另外這個大家未必買到 大家都可以帶回一件容易收藏的封衣 都可以給大家一個保暖的作用 其次就有防水袋 防水袋大家可以放一些錢或者重要的文件 甚至是電子儀器在裡面 還有一些我們覺得有用的物品都放進去 例如一個野餐煎 之後還有一本日文書 因為對於我們這些在日的外國人來說 可能對於一些間急的聯絡電話 或者一些街名都未必很熟悉 所以隨身帶著一本小的日文書 可能都在溝通方面會有些用 最後就是中間這一堆工具 我們就有幾樣 第一樣就是刀 另外就有螺絲批 其實真的不知道有沒有機會用 但因為它是很容易收藏 而且很小 所以我們都帶著 另外就是有機會剛剛才說過 如果GAS用完 那哪裡有燃料呢 其實就要用木材 所以你也帶了一把去路營用的刀 因為很容易收藏 所以我們都不介意帶著它 其次就是做這些操重的時候 我們要保護自己的雙手 所以我們也帶了一雙勞工手套 而最後呢 因為平時大家都用Apple Watch 如果Apple Watch沒有電話的時候 那就很麻煩了 所以我們也會帶著 在家裡有的一隻手錶 嗯 我們之前買的是為了用來考試 JLPT考試的時候用 但現在它也是我們放在物資包裡面 一個重要的用具 剛才那些就是我們現在家裡所有的防災物品 我們現在就看看這本東京防災裡面 究竟它列出了什麼的物品 我們是沒有的 那根據這一本書 其實它就把防災用品分了兩個主要的類別 第一就是儲蓄的用品 即是可能存在家裡的一些物品 第二個就是緊急時候 你的袋應該要有什麼 就像剛才我們的書包一樣 那不如我們現在就看看 家裡要儲存的東西 那它就大致上分了幾個類別 分別就是食物 生活用品 衛生用品 女性用品 幼兒用品 幼兒用品 高齡者用品 緊急必備用品 以及寵物用品 那我想幼兒高齡者和寵物用品 就不適合我們現在這個情況 但我們就可以看看其他方面 我們有什麼是沒有的 首先是食物類別 它就列出了這幾樣東西出來 我覺得我們沒有的 都是一些罐頭類和果汁 都是一些我們不會吃的東西 所以就不要買了 那收費用品 其實大部分都有的 但有些東西沒有 例如這個點火棒 即是打火機 對 另外就是這個新聞紙 即是 報紙 之後就到衛生用品 我們家裡是沒有急救傷的 但是急救的物品我們都有的 例如一些生理鹽水 膠薄 棉花等等 之後就是處方藥 其實我們帶了很多成藥過來的 但我們就沒有執在一個很固定的地方 全部都是放在一個罐裡面 所有的藥 可能我們要把它分類 對 沒錯 好啦 那到女性用品 都是身體用品和化妝品 其實這些東西家裡都有的 不擔心 最後就是一些防災必備的東西 我們沒有的應該是 最近聽到最多的便圍廁廁所 嗯 便圍廁廁 不知道哪裡可以買到呢 可能我們要上網訂一個 嗯 沒錯 其次就是這個充電式的收音機 嗯 就算是手機沒有電 沒有訊號的時候 收音機都還可以運作 那應該差不多了 那儲備用品其實我們都不是差很多 那我們現在就看看緊急時候 那個緊急包應該有些什麼 其實都是差不多 不過這裡沒有的東西 我們就是沒有那個攜帶式廁所 還有特別一點就是這個摺疊式的頭盔 這個我之前在無人良品見過有 但是已經賣光了 可能又要上網再訂才有 其他東西可能是毛巾 我們都要放一兩條下來 知道就是這個裝水的容器 即是水袋 對 我們是有的 但可能要多一個 嗯 沒錯 可能都要再買 那除了這一類的緊急用品之外 他也有建議要把貴重物品放進這個緊急包裡面 就包括了一張家族的相片 那就是要放回我們的貼紙上來 然後還有一些個人的卡 就例如健康保險證啊 銀行卡等等 應該都是為了證明個人的身份 而需要帶的一些物品 我覺得如果是在日本居住的外國人 也可以帶護照 是 這個是他沒有寫的 因為這本書主要的對象是 給日本人 嗯 沒錯 看來有些東西其實我們都好想要買回來 就好像剛才那樣說一些便櫃廁所啊 或者一些可以充電式的收音機啊 頭盔 對 如果你和我們一樣都是在日本居住的話 就希望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居住地點 做一些相應的防災準備 亦都定期檢查和更新你的緊急物資包 沒錯 那我們的座標是在東京 我們雖然今次南海海溝大地震 的預測地方呢 就和東京有一段距離 但是我們自己都會擔心啦 因為看回之前311地震的一些紀錄片 就發現當時雖然影響的區域 東京就不是正中心 但是呢 其實都市都會有一定的影響 就例如一些地鐵啊 或者電車的鐵路癱瘓等等 都可能會造成都心裡面大量的物資短缺啊 停電停水等等的情況 所以我們自己呢 可能在儲備一些緊急用品方面 要做得多些啦 相比起可能這個走路袋呢 其實儲備在家的物品會更加重要的 那講了那麼多啦 其實做足準備之外呢 我們最希望呢 都是日本可以平平安安 不要有太大的傷亡 也都多謝大家看我們的影片 希望今天的內容呢 可以提升到大家的防災意識啦 那這條片呢 就到這裡啦 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拜拜